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9月14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運送以古英女王伊莉莎白以世寧救的空軍專機 在星期二晚由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抵達倫敦以西的空軍基地 護送寧救返回倫敦的安妮公主發聲明說 對於能夠在母親臨中前陪伴在她旁邊 和陪同母親寧救完成最後幾段旅程感到榮幸 轉機起飛前蘇格蘭樂隊演奏國歌 和異仗隊一同告別女王 飛機一小時後降落到倫敦西部空軍基地 手上卓偉士、國防大臣華麗士等人到場迎接 護送寧救的車隊在倫敦行駛期間 成千上萬人走上車路夾道歡迎 人龍一直以免到白金漢宮 大批民眾冒著雨聚集在道路兩旁 向車隊歡呼鼓掌 用手機燈代替燭光 而結束北愛爾蘭之旅的國王查理斯三世 和其他皇室成員就在白金漢宮守候迎接 燕淚王的寧救在昨晚入夜之後抵達白金漢宮 在女王落莊前最後一次返回白金漢宮 有大批民眾冒著雨在場等候 航班追蹤網站Flight Trader24 在9月13日表示 有超過500萬人追蹤燕淚王的最後航班 比8月2日追蹤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訪台的航班人數更多 9月13日一共有479萬人 在網站上實時追蹤英雷王的最後航班 另外有25萬人在他們的YouTube Channel 追蹤這艘航班 令到他成為網站史上最多人追蹤的航班 今年8月2日佩洛西乘搭飛機前往台灣時 總共有220萬人透過Flight Trader24 追蹤他的航班 打破了當時的網站記錄 今日燕淚王的靈鳩 已送去到西敏宮 大批民眾夾到送別 蓋著王旗的燕淚王靈鳩 在四名子女 英王查理斯三世 安妮公主 安德魯王子 愛德華王子 還有王柱威廉 哈里王子等王室成員的護送下 由白金漢宮出發 穿過倫敦市中心 淘京女王花園 林陰大道 王家騎兵衛隊 閱兵場等地方 大批民眾夾到送別 海德公園和大笨中 其間分別 名炮和響鐘致敬 近四十分鐘後抵達西敏宮 王室成員後出席追思崇拜 今日下午五點開始 一連四日開放給公眾佔養 這四日預計會有多達75萬人 來到西敏宮 有傳媒就說 部分人可能要排35個小時 才能見到英女王最後一面 倫敦警察廳長羅利就說 我們將會投入數以千計的警察 因為要達到所需的保安級別 以及因為有數以百萬計的人 想前來置疑 英國王室同時公布排隊路線 由西敏宮穿過南貝斯橋 沿著泰布士河南岸 經倫敦橋、倫敦塔橋 至南華克公園 當局會派發手帶 令排隊的市民可以短暫離開 去洗手間或用線等 而聖約漢狗商隊也會在沿途戒備 到了下星期一 9月19日 燕女王令救 將會移送到西敏寺舉行國葬 下一則新聞 多國領袖陸續確認 將會出席已故燕女王的國葬 包括日王德仁 和皇后雅子 日本政府說 日王抗例星期六將會啟程前往倫敦 而首相岸田文雄 和其他官員就未有計劃隨行 燕女王的國葬 預料有大約500名外國賓客出席 包括比利時、西班牙、拿威、丹麥 和瑞典等歐洲皇室成員 而美國總統拜登 和多個英聯邦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 和新西蘭總理也證實會出席 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未確定會否出席國葬 中方表示正是積極考慮派哪位高層級官員出席 有英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塔羅 應放未有邀請俄羅斯、白俄羅斯 和緬甸派出代表出席國葬 因為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俄羅斯和他的盟友 白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而緬甸在出現政變後 軍政府遭英國制裁 下一則質問 同屬英聯邦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 下星期一英雷亡國葬日 是加拿大聯邦的假期 所有聯邦政府僱員那天不用上班 但實際上只有大約一成的加拿大人 能享有這天假期 原因是大部分政府和公營機構的僱員 是屬於省政府管轄 而省政府不一定要跟隨聯邦政府的做法 例如是福德克省省長 萊哥特宣布 英雷王國葬當日是紀念日 但不是法定假期 他自己也會繼續進行 辦予選舉拉票活動 而安大略省 薩斯夏設省 馬尼托巴等省政府採取的政策都是一樣 不會將下星期一列為法定假期 按大略省的學校 那天都是如常開放 至於紳斯科社 紐芬蘭拉布拉多等省的政府 就說會跟隨聯邦政府的做法 被私省的公營機構 僱員下星期一都會放假 而私營企業就可以自行決定 加拿大勞動部長表示 不會要求銀行和保險等受聯邦規管的企業 星期一放假 但歡迎私人企業 給僱員多放一天假期 加拿大主要金融市場 下星期一也不會受影響 股市會如常交易 有加拿大的商界代表就認為 放假決定來得太匆忙 停業一天對中小企來講 代價也太大 整體造成的經濟損失 達到數以十億元計算 下一則質問 英國麥當勞今天宣布 下星期一英女王國葬日 那天英國的麥當勞門市 由19號零時 去到19號下午5點 將會暫停營業 給員工能向英女王致愛 而大型連鎖超市 Sainsbury's、Tesco、Rajos、Audi、Morrisons Island、Lidl也宣布類似措施 下一則質問 英女王去世後的首個週末 Netflix熱播劇集 王冠的收視率在全球飆升 第一季在今個星期 重返各地的熱門排行榜頭10位 王冠是一套英美合作拍攝的 傳記歷史電視劇集 講述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統治時期的傳記故事 這部雷鑊樹永的劇集 在2016年首播 為Netflix贏得巨大的收視率和好評 根據收視統計公司的數據 與上一個週末比較 9月9日至11日期間 王冠在英國的收視率 增加了8倍以上 而美國的收視率也升了2倍多 法國就升了3倍多 在全世界的收視率就平均升了4倍 王冠更加登上了 Netflix澳洲十大熱門電視劇集的排行榜 根據公司的數據顯示 王冠的觀看時數達到1760萬小時 令這部劇集成為了Netflix 觀看次數排名第7的英語節目 甚至超過了另一部大熱劇集《怪奇物語》 不過在上週英女王去世之後 Netflix劇組就表示 將會暫停正在進行的王冠第六季製作 以示敬意 下一則質問 英國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 8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升了9.9% 比起7月份回落0.2% 主要因為汽油成本下跌 市場原本估計通脹率會升至10.2% 8月CPI按月升了0.5% 大於預期的0.6% 扣除能源、食品和煙酒的核心CPI 按年升了6.3% 按月升了0.8% 兩者都符合市場預期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見識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VPN 這個叫做Private Internet Assets 簡稱PIA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網絡管理員、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我們也算過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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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算是便宜的 市場上有競爭力 市場上有競爭力 而且這家PIA是美國公司 另外一個比較熱的 Shack Shark 應該是芬蘭公司 應該是芬蘭公司 海外用戶更加可以用PIA上網 看ViuTV這些節目 不用買TVbox 簡單一擊這個PIA 就可以連接到香港通道 可以自身香港一樣上網 海外你也可以用 因為有些人如果要看ViuTV 海外看不到 如果要用這個 海外朋友也可以看到ViuTV 這個也會贊助我們 所以你加入這個就等於支持了我們 希望大家網友可以加入一個 也有實際用途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個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